当地时间2月22日,债券通一级市场信息平台上线仪式在香港交易所举行。仪式上,债券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。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指出,债券通自2017年开通以来稳步发展,从首年每日交易额人民币10至20亿元,到了2018年每天30至40亿元,近年1月份每日交易额达60亿元,有时还超过70亿元。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,有600多间新的国际投资者透过债券通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。 李小佳进一步强调,债券通开通后,港交所做了不少理顺的工作,下一步将会进行扩容以及升级换贷。 债券通一级市场信息平台的上限是债券通的一次扩容,今后发行者可以透过平台向全球投资者直接发放债券。 今天能够在我们债券通第一次代表中国的债券市场,在一级市场上向全世界说,中国债券来了,咱们直接见面了,不一定非得等我们卖给了中国人,然后你们再从中国二级市场上去买,我们第一次可以在债券通这个平台上全球见面。 据了解,债券通是开展内地与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的重要举措,让中国内地与境外投资者透过在香港建立的基础设施连接,在对方市场买卖债券。 买卖两个市场交易流通债券的机制安排,包括北向通及南向通。 北向通已于2017年7月3日开通,让香港及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境外投资者,经由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,在交易、托管、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,投资于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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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